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要来介绍 正子三七世太极拳的第三十三世 玉女穿梭四 如果你会得玉女穿梭一二三的手法 跟他的脚步 玉女穿梭四基本上就是玉女穿梭二的相反方向 只是玉女穿梭四这个招式 除了本身有玉女穿梭四之外 他接下来会接的左棚右棚 呂己岸以及单边下四 所以他的动作是玉女穿梭四是一个单独新的招式 但接下来我们会接一串童鱼举案 以及单边的动作 然后再接着我们下一次上步期间 好那我先示范一次玉女穿梭四 以及接下来的童鱼举案 跟单边所有的动作 他正确的方位应该是面对镜头12点钟的话 我应该是右脚朝向9点钟 左脚朝向7点半的位置 然后身体就是朝向7点半的位置 这是玉女穿梭三的定式 那我会从这个7点半的位置 我会再转一大圈 转到这个4点半的位置 好那先看我做一次完整的 玉女穿梭三 那接下来玉女穿梭四 直接南去棚里几案 左棚 右棚里几案 右棚 旁 旁边 这时候你步伐可以跨大一点 也用它做单边下肢 单边下肢 他完整动作应该会定在这个单边下肢的定次 我们接下来做招式详解 运你穿梭式的正确方位是在我们七点半的位置 右脚朝向九点钟的位置 左脚朝向七点半的位置 这是运你穿梭式的定次 我们身体也是面朝七点半的位置 接下来重心移到后脚 手的动作跟我们前面的运你穿梭式一样 都是掌心朝到自己的边 右手在这个轴的下面 然后这个时候左脚会扣 扣到我们面朝十点钟位置 然后你手的动作仍然是保持一样 这时候重心再移到我们左脚 然后右脚以竹根为轴心 转到十二点钟位置 手的位置仍然不变 这时候再把我们的右脚 收回来踏到四点半的位置 收回来踏到四点半位置 然后再转身把手穿上去 这个就是运你穿梭式 如果你已经会了一二三 这个其实就是运你穿梭式的动作 好做完运你穿梭式的动作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做做懒却位 左膨 先抱一个球 这个就是左膨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右膨 这跟我们前面交的是一模一样 我就不再详述 鱼 这 按 单边 单边的这时候我们左脚可以跨大幅一点 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做单边下肆 好单边下肆 整套就会定在这个单边下肆的地方 然后运你穿梭 这整个一二三四就到运你穿梭式就结束 运你穿梭这整套的确是不好学的动作 在整个三七四太子圈里面 它的难度也是重上 它的重点就是在它的脚的方位 其实你学会的运你穿梭一跟二三跟四 基本上就是不同的方向而已 只不过我们今天教的运你穿梭式 他做完运你穿梭式的动作之后 接下来我们还做了 懒雀尾的左膨右膨 以及单边下肆的动作 这都是我们以前教过的动作 只是要重复一遍 好那么今天这一期影片就教了运你穿梭式 它只有一个新的招式 只是我们带了一个懒雀尾的蓬余几样 单边下肆 好今天先解释到这边 谢谢大家